海贼王,宙斯天后霸完美融合,陶之柱必须死或许换成宙斯了。 《惊喜年》也有,本画格外多,陆飞的千历传音,山智的旋转腿,大河的父子对战,以及天后棒和宙斯的融合。 本篇的看点实在是多,最有看点的就是天后棒和宙斯的融合。 宙斯没死倒还算是在意料之中的,毕竟前期铺垫了那么多。 先是宙斯的不听话,再到赫拉的出现。 而且在宙斯即将被赫拉吞并的时候,还来了个特写,强调纳美的天后棒伸到了赫拉的嘴里。 怎么感觉有点邪恶。 本以为宙斯会藏进那美的天后棒里,躲过一劫。 但没想到的是,宙斯竟然和天后棒彻底融合在一起,这颠覆了我的想象,倒是蛮意外。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,就是天后棒是奈美随身携带的,第一,老司机开车。 那美的,是个白宝箱,之前大妈的生命卡和天后棒都放在那里。 之前倒是没什么,但是现在天后棒有了意识,是宙斯而且还是个男性。 你让山智,布鲁克怎么想,让众海迷怎么想。 有陶支柱这天杀的祸就够过分的了,现在又多了个宙斯,玷污我的女神啊。 说起陶支柱,相信在座的海迷绝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,王陆飞可以不认识,但天杀的陶支柱必须死,这个事实相信大家都懂。 那富为所至极的面孔,那双玷污女神的双手,种种的所作所为。 成功唤醒无数海迷尘峰以九个大刀,她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 她只是短暂的,可是宙斯可是长时间伴随啊。 如果过几年宙斯把陶支柱同那美甘的那些事都干了。 那么陶支柱必死会不会变成宙斯必死? 有没有可能是伴随家里缺菜刀了,正等着还迷惘她家技呢? 玩笑话。 希望伴随千万不要将宙斯朝着逃之住那个方向发展,不然家里真就不缺菜刀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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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